字幕君 字幕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馬 今天小馬來跟大家討論一個話題 到底是花四五萬買限量的運動品牌潮流鞋款 還是花一樣的價錢買精品品牌的手工球鞋 相信有許多人都有這樣子的困擾 既然要買球鞋 那到底是要花大錢買這種被炒作的運動品牌款式 還是乾脆就直接買精品品牌 那今天小馬就以自己的觀點來給大家做分析 首先我覺得這些球鞋都有去購買的資格 不管是這種off-ride聯名的Nike 還是Travis Scott聯名的這種倒勾 他們的價位通常都是落在三萬四萬 都跟這種LV、Dior、Balenciaga 這些近期比較夯的精品品牌鞋子 他們的定價是差不多的 那你可能會講像這種運動品牌 原本可能只有五六千塊 都是價格被炒上去的 首先這樣子的潮流聯名鞋款 市場行情是消費者給予的 消費者不願意買單 那他的市場就不會是這樣子的金額 但是精品球鞋 他的定價是品牌方給予的 並不是讓消費市場去呈現的 所以小馬常說 精品品牌是球鞋去找尋客人 那這種運動品牌的潮流鞋款 是客人去找尋球鞋 因為一鞋難球嘛 所以每一個消費者都要想辦法去找到一雙正版的 用他們自己負擔得起的價格 所以在買這樣子的鞋款的時候 就是多數消費者去認同他的市場售價 但是精品品牌的球鞋 我們可以走到LV的專櫃 走到Dior的專櫃 大部分他的鞋款 定價三萬四萬 你可以慢慢的去選擇你想要的 去享受他的服務 所以你花三四萬去買這個精品品牌鞋款 他不單單只是一個球鞋的對價關係 他還是一個購物的體驗 你在買這個精品球鞋的時候 Sales會來為你服務 會來為你做倒水倒茶 讓你去享受一個購物體驗 這就是你在購物體驗中 無形中的價值 但是我們回歸到市場基本面來講 像這種潮流的熱門運動款式 要能夠炒到三萬四萬 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這已經是非常頂標的 畢竟這些原價都是可能五千 六千七千的價格 要炒到這樣子的價位 首先一定是要跟他聯名的品牌 要有非常大的名氣 再來第二點 就是他的鞋款 一定要是非常經典 非常熱門 大家都喜歡的 像是Jordan 1 像是Dunk 或者是Air Force 1 非常經典 流通性非常高的 話題鞋款 故事鞋款 才有機會炒到三萬四萬 所以你在買這種三萬四萬的潮流鞋款時 他包含了這個鞋子本身的故事性 像Jordan 1 他就有1985年到現在 經歷了這麼多年 Air Force 1 或者是Dunk 這些都是非常經典 有故事性的鞋款 再搭配時下 2022年的 饒舌歌手Travis Scott 或者是潮流品牌 OFLY 聯名之後 才可以造就出一雙 運動品牌潮流鞋款 炒價炒到三萬四萬的價值 那當然這也就代表著 這雙鞋款 他有時下最夯的話題性 才會有這麼多人 願意用這樣子的價格 來入手這個鞋款 其實你在買下來的當下 未來如果你想要把它賣掉 或者是你穿一穿不想要了 二手把它賣掉 你在二手市場上面 跟在售市場上面 你要脫手這個鞋子 是比較容易的 因為會有比較多的人 願意去買這種鞋款的二手鞋 而且二手價值絕對會比 精品品牌的鞋子來得高 如果你是買這種LV 或者是買Dior 你在買完的當下 就算你沒有穿過 你在全新的狀態之下 你要拿去賣掉 拿去轉賣 基本上你就至少先打個八折 才有機會賣掉 因為全新的 我就直接去專櫃就可以買到 那今天你要賣 表示說你必須用更低價的價格 才會有人願意去買單 那這也就代表著 精品品牌的二手市場 相對需求性也比較低 我相信這是每一個買過精品品牌球鞋 不管你是買之前很夯的 Blenciaga 或者是買Dior 你只要穿過了 你要轉賣 你就算打五折 都不太好賣 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人 心有七七焉 所以說兩者之間的價值性來說 絕對是運動品牌的聯名鞋款 它會比較保值一點 而且它的這個市場需求 也會比精品鞋來的更大 但是 畢竟這個鞋子 它本身製造的成本 跟它生產的方式 都是比較便宜的 所以它的做工方面 一焦狀態 絕對都是比較明顯 不可能要求這樣子的鞋款 要有百分之百的完美做工 可是像LV這種手工製的 Made in Italy的這種鞋款 我們看到它的皮革 它的壓花 都做得非常漂亮 它的縫線 也不會有任何的 外輕有八的狀態 所以在精品球鞋 它的成本 它的用料 都比一般的運動品牌來得更好 所以它在製作鞋款上面 你會得到一個比較好的做工 跟好的材質 所以小馬個人是覺得 如果你是喜歡這個精品球鞋所做的這個鞋型 你可以去入手一款 不要入手太多 因為像這樣子的一個鞋型 其實它們推出了非常多的配色喔 光是這個LV的Chainer 1 至少就有十幾種配色 你不可能十幾種都去購買 所以我是覺得 如果你真的喜歡這個鞋型 你可以挑一款來去做購買 但不要去買太多雙 如果是這樣子的 不管是倒勾啊 Offline聯名的Dunk 這些運動品牌的潮流鞋款 在每一次聯名 都會有一定的話題性 而且球鞋本身也比較保值 你不用擔心說 未來你想要把這雙鞋賣掉 會找不到主人 所以小馬覺得 不管是精品品牌的球鞋 還是運動品牌的潮流鞋款 兩者之間它們都有存在的必要 那你想要的是完美做工 還是想要的是市場話題性比較高的鞋子 這就看你自己的需求 小馬自己是覺得 精品球鞋 擁有個一雙兩雙其實就夠了 運動潮流品牌的鞋款 還是比較有它的故事性存在 那各位一定會想 有沒有運動品牌聯名款式 但同時又擁有精品完美做工的鞋款 答案是有的 這一雙 我們下一次再開箱給大家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幫我按讚跟訂閱和分享 那你喜歡的是 精品球鞋品牌 還是運動潮流聯名品牌 在底下留言告訴小馬 我們下次見 掰掰